真真入佛门了 发心皈依 发心学佛 这最俗发心不容易 但是发的心怎么样 转眼就退转了 就忘掉了 所以你不能成就 这佛经上说 发心的人像女子一样 成就的人 成就人没几个 为什么呢 保不住粗心 也就是说 坚不勤诱惑 现在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 古时候没有啊 古时候人淳朴啊 所以现在人能够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有成就 祝佛菩萨都说起大拇指佩佛 为什么真难得 他们要生在这个社会修行的话 也未必能成就 那这真的吗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嘛 那我们要是在古时候这个修行的 容易成就容易啊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修行的成功了 那真是大修行 那是真正的成功 那你能经得起挑战 能经得起诱惑 那这个是祝佛菩萨不能不佩服的 啊 是环境 对一个修行人来讲 真修行人都是有利的 好环境 啊 越是艰难 越是邪恶 成就越殊胜 成就越坚固 啊 所以我们遇到逆境 哎 深欢喜心 我能突破 啊 你不能突破 就被淘汰掉了 啊 遇到瞬间更要突破 瞬间不起贪恋 逆境 不起怨恨 啊 都是淘汰你贪嗔吃三毒 啊 啊 欧瑜大师说的好 静缘啊 无好丑 啊 啊 静是物质环境 缘是人死环境 这个里头 没有什么好不好 好 问题在你自己 啊 好丑 在于心 你自己的心念 啊 关键在这里 不于外头不相干啊 你真有道心的话 通通成就 啊 圣经 帮助你 断贪吃 历经 帮助你断 撑吃 你看 全都是把你 断散都烦恼 你成就了 啊 这才叫真正叫好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